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3号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表示中俄团结如山有意劳不可破 同意通过战略合作加强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 美国两艘海岸防卫队巡逻艇23号抵达乌克兰黑海港口奥德萨 旨在加强乌克兰海军的战斗力 乌克兰感谢美国为阻止俄罗斯武装入侵所做的贡献 俄方就表示美国的行为只会令地区局势升温 波兰当局23号表示近日在白俄边境尝试闯关的难民人数虽然减少 但是变得更加激进 中欧四国当天举行会谈 团结支持波兰应对危机 欧美委员会也承诺拨款350万欧元支援把难民遣返白俄 美国总统拜登23号授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希望短期之内帮助美国民众应对燃油价格上涨 拜登表示将会与日本韩国印度英国采取联合行动 中国也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接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全军后勤工作会议 22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指示向全军后勤战线全体人员质疑问候 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 全军后勤战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聚焦保障打赢积极改革创新 着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 为解放军建设发展和有效旅行使命任务 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 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 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围绕支撑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举力创新转型 突出规范集约 注重自身过硬 扭住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不放松 加紧破解后勤保障短板弱项 奋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 会议研究了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有关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3号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举行视频通话 两国国防部长一致认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之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今年中俄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 特别是在联合演训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取得新发展 双方表示中俄团结如山 友谊牢不可破 将携手一道 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 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 联合巡航等领域的合作 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 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不断做出新贡献 两国军事领将领还将就 今年中俄海上空中联合巡航进行总结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在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线上视频会议上指出 美军战略轰炸机最近在俄罗斯活动次数大增 也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 俄中协调正在成为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 新加尔 俄中两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了线上的会议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强调 11月19号 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空军 实施了在亚太地区的第三次联合战略的空中巡逻 有俄罗斯空天军两架的图95MS战略轰炸机 以及中国空军两架轰6K战略轰炸机所组成的混合航空群 完成了在日本海和东海水域上空的空中战略的巡逻 巡逻飞行时间超过了十个小时 稍一顾自出 俄中正在逐步加大联合军事训练的密度 最近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军特混编队的联合巡逻等 都是两军合作的重要的活动之一 两国的武装力量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互动不断 战役战斗训练活动不断增加 特别是今年双方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了西部联合2021的联合战略战术的演习 稍一谷认为美军轰炸机在俄罗斯东部边境附近的活动 同样也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仅在2020年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就在厄货茨克海上空出现了22次 而在2019年仅有三次 活动期间美军的战略轰炸机不断演练前出海外执行巡航导弹模拟打击的任务 本月在美国全球雷霆战略核演习期间 10架的美军战略轰炸机几乎同时从西部和东部两个方向 也列了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选项 离俄国边境最小的距离只有20公里 在两国国防部长的视频会议上 双方还批准了2021至2025年两军合作的路线图 同时签署了文件的副本 凤凰卫视卢宇光 任飞 李显金 莫斯科报道 好 相关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邱振海 您好 您好 您怎么来看待中俄两军持续深化战略协作的关系呢 任何一个国家两军关系都是政治关系的一部分 虽然它是政治关系当中最保守的一部分 因为它肯定是为了保家卫国 但在中俄两国来说政治关系毫无疑问的 我们是好邻居 好伙伴 甚至好战友 不是盟友 甚是盟友 全面占了一些伙伴关系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的两军关系 它所谓的打引号所谓的保守性 其实恰恰是往前推动了政治合作 政治信任感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前几年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签了两份声明 一份是双方的 双边的合作声明 另一份是共同 中国双方共同稳定 国际格局的一份声明 什么叫稳定格局 格局 就是无论从政治 外交 经济 还是安全等各种力量 让国际局势能够稳定下来 那么从这意义上说 中国两国它是世界的一级 制造是世界的一方 那么从这意义上说 两军打引号所保守的两军关系 自然要为稳定世界格局 做出一定的贡献 那么刚才新片我们都看到了 无论在地区 还在全球 美军 其实所谓的挑衅是既针对中国也针对俄罗斯 既针对俄罗斯也针对中国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两军加强合作 其实对于各自来平衡与美国的影响 同时在稳定世界格局方面 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且从长远来说我觉得 这个在双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上是可以互相侧应的 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 它有它的核心国家利益 它的比以前是车程 现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周边的局势 它能够稳定下来 那么对中国来说同样是如此 以前我们经常说三海联动 东海 台海 南海 那么现在其实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俄罗斯朋友可以在台湾问题上 给中国以更多的帮助 以更多的至少是先是道义上的支持 然后在军事象征义上的支持 这呼应 同时可能如果有一些实质性的举动 那当然是更加好的事情 是 好的 感谢邱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另外美国两艘海岸防卫队巡逻艇 23号抵达了乌克兰黑海港口敖德萨 旨在加强乌克兰海军的战斗力 这两艘翻新的海岛级巡逻艇 由霍伦运送到乌克兰 连同前年接收的两艘同级舰艇 乌方目前总共有四艘这款巡逻艇 当局认为这有助于确保乌方 在黑海地区的海上安全 而乌克兰海军更是感谢美国 为了阻止俄罗斯武装入侵 所做出的贡献 俄方就表示 美国派遣军事装备和顾问到乌克兰 只会令到地区局势升温 同时也质疑乌方准备攻打亲俄的乌东地区 不过乌方予以否认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 稍后见 回来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3号同巴勒斯坦副总理阿姆鲁通电话 阿姆鲁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 而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八方召开国际合会的设想 欢迎巴以双方来华直接谈判 巴勒斯坦副总理阿姆鲁在与王毅通电话期间 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 强调中方对解决中东冲突 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勒斯坦高度重视中方建议 希望就巴勒斯坦问题同中方加强协调沟通 推动巴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 王毅表示 巴方通报体现了中巴兼兄弟般的友谊和互信 中方认为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最根本是还巴人民以公道 国际社会应秉持土地换和平原则 坚持两国方案 推动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中方支持巴方召开国际和会的设想 呼吁举行由联合国主导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中东和平进程各有关方 参与的国际和会 也欢迎巴以双方来华直接谈判 王毅指出 中巴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稳步发展 两国人民有意持续深化 中方感谢巴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 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长期以来 中方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积极帮助巴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将继续根据巴方需求提供人道抗议和发展援助 阿姆鲁表示 巴方高度赞赏中方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持的公正立场 巴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中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针对中方的不实指责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巴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23号授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希望短期之内帮助美国民众应对燃油价格上涨 拜登表示将会与日本韩国印度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 中国也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上涨到了每加轮3.4美元 比一年前高出了50%以上 随着美国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到来 出行人数激增 拜登在23号宣布 授权释放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 并在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 随后印度政府也宣布 将释放500万桶石油储备 英国则确认释放最多150万桶石油 日本与韩国也采取了行动 拜登表示 虽然各国联合行动 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高油价的问题 但是在不久之后 人们会看到汽油价格下降 而从长远来看 美国将会转向清洁能源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拜登还警告美国石油公司的投机行为 他已经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 考虑调查非法和反竞争行为 导致的石油价格居高不下 拜登 拜登政府认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是缓和石油供应问题的正确手段 根据美国的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 在9月 美国人平均每天消耗 2070万桶石油 这意味着 拜登政府释放的石油储备 相当于提供两天半的额外供应 凤凤华卫视 王冰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美国连同其他主要的耗油国联合行动 释放数千万桶的石油储备 但力度不及市场预期 使得国际油价在周二先跌后升 中场受在一个星期告位 国际油价在周二下跌超过1%之后 再度反弹 纽约1月7油收报每桶78.5美元 升幅接近2.3% 伦敦布兰特1月7油则是收报每桶82.31美元 升幅接近3.3% 两项油价都升到了一个星期以来的最高 分析师认为 虽然消费国采取了增加供应的行动 但是产油国同时也调整生产策略 对抑制油价涨势作用有限 投资银行巴克莱 更是将明年的原油平均价格调高了3美元 预料纽约7油为每桶77美元 布兰特7油则是每桶80美元 波兰当局在23号表示 近日在白俄边境尝试闯关的难民人数 虽然减少 但是难民变得更加的激进 中俄四国当天举行会议 团结支持波兰应对危机 欧盟委员会也承诺拨款350万欧元 支援把难民遣返白俄罗斯 距离白俄罗斯越25公里的波兰边境城镇 植物都披上一层白雪 很冷天气下 非政府组织发现一对20多岁的叙利亚难民姐弟 连忙为他们保温 两姐弟表示 遭白俄人员威胁 要他们跨越边境 否则将死在白俄 波兰边防卫队发言人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记录了174次越境企图 比22号的346次少 波兰国防部发布的视频看到 难民在边境围栏一侧 向波兰边防人员大喊大叫 波兰负责协调安全部门的发言人 则指出 白俄一架载有118名难民的航班 从明斯克起飞 遣返部分难民回国 预计23号也会有类似航班 不过 师傅标志着白俄作出退让 还为时过早 代表中欧国家利益的 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 23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举行会谈 表达支持波兰 应对难民危机的立场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在会后表示 在四国领导人 同中东和中亚国家 共同努力下 前往白俄罗斯的难民人数 已比一个月前大幅减少 但许多迹象显示 危机不会很快结束 莫拉维茨基批评 人贩子和黑帮 同白俄政权合作 利用难民做筹码 对欧盟施压 形容这是新的政治危机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杰表示 欧盟应该承担 保护欧盟边境的成本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 将同联合国机构合作 加快难民遣返工作 又承诺出资350万欧元 支援难民自愿返回白俄罗斯 同时欧盟委员会运输专员 宣布成立黑名单 制裁协助偷运难民 去欧盟国家的海陆空运输公司 限制他们在欧盟市场的运营 惩罚措施包括暂停牌照 停止维他们加油或维修 禁止飞越欧盟领空或在欧盟转机 甚至禁止停泊欧盟港口 凤河卫视综合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23号在伊朗访问期间 会见了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 格罗西表示将会努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解决技术问题 而阿卜多拉西洋就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 避免采取政治立场 格罗西当天来到外交部 与阿卜多拉西洋举行会谈 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阿卜多拉西洋强调 伊朗愿意在保障协定的框架内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互动 并希望格罗西此次访问 能够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阿卜多拉西洋还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公正 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无视外国的政治压力 而格罗西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坚持技术专业公正的原则 同时他还说 希望此行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 与伊朗对话相互理解 共同解决问题和加强合作的标志 他还宣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国际原子能机构愿意与伊朗密切合作 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一次是格罗西今年第二次访问伊朗 而这一次访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他将对10月29号重启的维也纳和谈判 产生重要影响 方卫视纽约志卡木森 伊朗外交部报道 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表示 和埃及军方签署的30架阵风战机 采购合同正式生效 最快2026年之前完成交付 届时埃及将会成为除了法国空军之外 全球拥有最多阵风战机的国家 近日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宣布 与埃及军方在今年5月签署的30架阵风战斗机采购协议正式生效 法国方面为这次高达37.5亿欧元的采购合同 向埃及提供了期限为10年的贷款 达索公司表示 这30架阵风战斗机将于2026年前完成交付 届时埃及将拥有5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 这是仅次于法国空军全球拥有阵风战斗机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 在西上台后 埃及与法国建立了紧密的军事联系 埃及是全球第一个购买法国阵风战机的外国客户 2015年 埃及采购了24架阵风战机和数艘海军战艇 其中就包括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观察人士表示 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变数不断是促成此次军购的主要原因之一 福华为师 张赫阿亚 埃及 开罗报道 当地时间21号的凌晨 五名中国公民在钢果金遭到武装分子绑架 据中国驻钢果金大使馆的消息 目前五名中国公民暂时安全 精神状况 心理状况比较稳定 中国大使馆和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渠道组织营救 中国驻钢果金大使朱京 23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 被绑架的五名中国公民 在一家美籍华人拥有的私人企业从事采矿工作 根据使馆目前掌握的信息 五人都暂时安全 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 这次涉事的企业 它曾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 也被当地民众指控说非法采矿 那这次绑架是不是和这个原因有关呢 这家企业呢 它的原来名字叫黄水公司 它在今年的7月份呢 也曾经被当地的政府 这个列入这个涉嫌非法 开采资源的一个名单 那这个是不是导致这个被绑架 或者被袭击的原因 这个目前还不能下定论 朱京表示事件发生后 使馆成立了应急处置小组 和刚果金的政府部门紧急交涉 协调当地的军警部门组织搜救 另一方面 涉事企业也在通过各种渠道 和绑匪建立联系 积极组织营救 袭击发生的刚果金南纪物省 以及东部的伊图里和北纪物省 这三地的安全形势一直复杂严峻 有大量的非法武装长期在当地活动 针对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的抢劫 绑架甚至武装袭击也层出不穷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大使馆也再次发出安全提醒 建议在这三地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根据我们报备的情况 我们掌握大约 大概有160多名中国公民在当地 我使馆今年也发布了多次的安全提示 请在当地的中国公民 如果没有十分必要的理由 尽快撤离这个地区 目前有一些中国公民已经开始撤除了 当然还有一些 没各种各样原因 可能还留在当地 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撤除 对这些情况 我们都在密切地跟踪 凤凰卫视 尼小文后有运 北京报道 踏入11月 美国新冠病例攀升 而随着冬季假期的来临 感染人数还可能会激增 但是白宫在22号就指出 美国不会效仿欧洲国家 通过封锁来遏制疫情 新冠疫情近几周 在欧洲出现了反弹 奥地利因为新冠疫情 进入第四次全国封锁 荷兰也在部分地区实施封锁 美国白宫新冠协调员 金慈22号表示 拜登政府没有计划 通过实施全国封锁 来遏制新冠疫情 拜登政府认为 依靠疫苗和治疗 是应对新一波疫情的有效方法 金慈称 目前美国已经有82%的人 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美国可以在不关闭经济活动的情况下 遏制病毒的传播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23号宣布 93%的员工 已经遵守联邦政府规定 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预计美国的假期旅行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019年感恩节前后11天内 美国机场接待了 创纪录的2600万乘客 和激素人员 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出行人数急剧下降 而预计今年出行人数 将接近新冠疫情以前的水平 雅虎新闻23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 不过进入11月以后 美国的新冠病例出现激增 过去7天的平均感染病例 每日超过9万人 比一周前上涨了27% 全美依然有60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而疫情反弹严重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天气寒冷的中西部地区 包括了密歇根州 明尼苏达州 另外在新墨西哥州 克罗拉多州 犹他州 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新冠病例 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看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欧洲方面最近疫情是出现了升温 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 估计到明年春季 欧洲可能会再多70万人 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也令到欧洲的死亡数字 会增加到超过220万宗 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也警告说 疫情将会为医院床位 带来极大的压力 而欧洲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 包括了德尔塔变种病毒的肆虐 多个国家又放宽了限制措施 以及新冠疫苗的保护力开始降低 因此世卫也呼吁各国 应该首先为最高危群组 接种加强剂 包括了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士 60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医护人员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 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以发展与秩序 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为主题的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近明两天在广州举行 相关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 广州的记者张希 来了解一下 张希你好 论坛有哪些议程安排呢 好的 陈子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呢 从24号开始将会一连两天 在广州举行 这些论坛我们关注到啊 它的主题是叫做 发展与秩序 让大流量 澎湃正能量 那么 预会的嘉宾呢 也会在本届论坛上呢 共同来探讨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所 发展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 新的挑战 还有新的课题 那么一起去探索 未来的发展的思路 方向 还有路径 本届论坛的议程方面 我们为大家了解到 在25号的上午 就会举行论坛的开幕式 还有主论坛 主论坛上呢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山 还有内地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 包括百度腾讯 都会进行主旨的演讲 那么另外呢 在24号的全天 还有25号的下午呢 还会举行无常的平行论坛 当中25号下午呢 就会由凤凰卫视凤凰网来承办的 大湾区论坛 大湾区一网相连 那么在大湾区论坛上呢 包括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 还有澳门特首贺一城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都会进行致辞 那么在主题演讲 还有对话分享方面 也会邀请到多位重量级的嘉宾 可以给大家透露 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内地 直播带货领域的头部主播 全国清联委员 威亚也会进行主题演讲 另外呢 本届论坛啊 也是首次举行 中国网络媒体领域的 新技术 新应用 新业态的这个线下的展会 那么这也是中国首次举行的 网络传播领域的大型的线下展会 在展会上呢 有包括中央的新闻机构 还有内地地方的新闻机构 互联网的媒体等等 有43家的机构参展 那我们凤凰呢 也有在现场设置展台 凤凰的展台具体是什么样 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为大家去跟进报道 成此 好的 感谢张希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再来关注到云南哀劳山野外作业人员失联遇难事故 四名遇难者的遗体在23号晚间已经运送下山 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四名工作人员 22号上午证实全部遇难之后 由于遗体位处哀劳山原始森林无人区 地形复杂 气候恶劣 加上通讯不良 救人人员经过两天努力 才把四具遗体运送下山 并在23号晚间移交到了四人所属单位 四名地质调查人员是在13号徒步进入哀劳山 但是没有按照原定时间下山 当局累计投入超过3000人次展开救援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焦点转到香港 2021年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12月19号举行 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白韵六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不论所谓关于选举的民调以什么形式进行 如果涉及向公众分发或发布任何材料 商货他人在选举当中不投票或投票无效 技术违法 2021年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于12月19号举行 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白韵六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近日有个别人士及机构就立法会换届选举 进行所谓的民意调查 联署提醒市民 不论有关所谓民调以什么形式进行 如果涉及向公众分发或传布任何材料 商货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 技术违法 干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27A条 这些民意调查就照报导报导说 他们想问那些受访人会不会去投白票 当然我们要看他的调查报告最后的发表 他用什么形式发表 怎么样发表 内容是什么 但是如果他们的调查 最终结果发表的时候 会构成一种公开煽动人家去不投票 或者投白票或者投废票的话 有机会他们是会触犯这个条例 是一个刑事条例 白云六还特别强调 海外人士如果公开删获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 联正公署也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对于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 白云六指出 联正公署工作的其中一个重点 也是难点 就是要在较短时间内 向所有候选人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他表示此次立法会选举有相当一部分候选人 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 因此做好宣传教育尤为重要 其实过去来说 我们觉得有几样东西是比较容易犯的 第一就可能是有些助选团 他们就很热心去助选 但是问题往往是用了一些开支 候选人都不知道 另外就是在一个过程里面 比如这些助选团 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候选人的资料 是不是完全真确呢 会不会有些虚假的成分呢 白云六表示 与早前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一般选举相比 即将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规模更加庞大 选举当天 全港十个地方选区将设置超过600个投票站 他表示联正公署将会总动员 通过内部调配全面增调人手到前线 以迅速处理任何设限违法行为 第一就有个票站数字多了 600几个票站 比起选举委员会选举就多很多了 这个投票时间很长的 中间来说 我们的人员调配 我们要安排 还有就是就算点票过程 我们都会找同事去看着整个点票过程 就是务求是要令到这个选举公平公正 和连结的 白云六表示 在今年9月19号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一般选举中 联正公署的工作整体顺畅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中 联正公署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以确保选举公平公正 风华卫视有新闻香港报道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宣布 东京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 将于12月3号到5号访港 期间会进行运动示范以及大会演 门票本周五起将会公开发售 康文署公布 代表团将于12月4号上午出席 奥运健儿展风采运动展示 与香港市民见面 运动员将会兵分两路 分别在伊丽莎博体育馆示范羽毛球 健肌 体操和乒乓球 以及在维多利亚公园泳池 示范跳水和游泳 当日下午还将会在伊丽莎博体育馆 举行的奥运健儿大会演综艺节目 有关运动员名单将会在稍后公布 而活动文票从星期五上午10点起 以网上流动应用程式和信用卡电话购票方式公开发售 每张20元每人每次限购两张 因应疫情 今年的运动示范和大会演三场演出 总共大约5300张门票公开发售 大会也将会安排电视转播 方便市民在家中公开 今天台湾方面也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卢冠飞来介绍一下 冠飞你好 城市早安 台湾近期接连有超商店员因为执行口罩令 劝导顾客戴口罩 却因而遭到攻击 桃园市更有一名店员被不满的顾客刺死 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对此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23号指示 让超商店员拥有防卫器具 请看报道 桃园超商店员命案发生后 夜班值班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引发关注 台湾行政院23号针对有关问题 举行治安汇报 提出店内用广播宣导戴口罩 取代店员劝导以减少冲突 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才是 讨论让超商店员拥有防卫器具 店员应该有的配备 安全能够防护应该有的机具 但不必去刻那个店员要去跟攻击者对抗 不必 对此内政部门负责人徐沟勇说 如果超商准备用辣椒水乐观其成 这个辣椒水对业者如果要马上处理 来使用这个来准备这个的话 那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至于其他防卫器械 徐沟勇则表示需要再跟超商业界做讨论 徐沟勇还表示之后的质本对策 是要加强超商的视讯报警系统 而在发生超商店员遭刺杀的桃源市 警方已加强夜间巡逻 并在店内侦捨千巡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的报纸消息首身关注 台湾立法院23号经过表决 民进党以人数优势三毒通过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 赋予台湾军事部门编列上限为台币2400亿的特别预算 用来采购台湾自行研发的军备 其中有1800多亿元将委托中科院发包给台湾的民间厂商 国民党对于法条民文规定 可以排除政府采购法的监督相当不满 执疑在没有监督机制下 有徒利嫌疑 必定会衍生彼岸 台湾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蔡政府今年初开放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民进党官员请全力推销 台湾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为了呼吁民众不要担心食安问题 说出猪吃莱克多巴胺 就像人平常吃三餐之外 还会吃一些保健食品被质疑失言 国民党批评这样的形容不伦不类 台北的采访重点带您看到 台湾年底将举行四大公投案 第三场意见发表会将在今天上午登场 支持与反对方将针对反对 还有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 重启核四 公投榜大选 以及护藻礁等议题 发表正反面的意见 各方的说法台北战友会带您来关注 最后国民党的127周年党庆活动 因为疫情在全台各地党部办庆祝活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午将会在台北市党部 接受青年军的证书 详细情形也会带您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 把时间交还给陈茨 好的 感谢冠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 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了两个交易日 市场预期美联储明年加息 推升了国债收益率 触发资金抛售特斯拉 微软等科技股 同时市场也转向追捧能源和金融板块 我们继续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5813点 涨194点 涨幅是0.5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5775点 跌79点 跌幅是0.5% 标普白指数收报4690点 涨7点 涨幅是0.16% 详情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会的报道 我们来看新年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主要股指 全天为止涨跌不易的震荡格局 道指以及标普白指数最终收涨 尤其是道指涨势强劲 另外纳斯在今天跑输大盘 全天为止跌势 也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行作收 另外在今天可以看出市场人在继续权衡 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署主席的消息 那么也令美债收益率是继续攀升 科技股整体成压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道指总是受到金融和能源股的提振 那包括高盛 摩根大通 美国运通等等 今天的涨势都是相当可观 涨幅都在2%左右 另外今天道指盘中的能源股 能源企业雪佛龙表现不错 同时工业股方面 今天波音 小幅下行 另外今天迪士尼 耐克及加德宝 也是纷纷的下行作收 跌势比较明显 那么道指盘中今天科技类个股 是普遍的表现欠佳 另外今天医保类的个股是表现不错 包括联合健康集团 今天最终也是收涨超过2% 另外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今天电讯板块 科技板块是小幅的收低 同时能源板块在今天是强势领涨大盘 同时今天包括金融板块 工业板块都是涨势不错 那么传统的避嫌板块 今天是表现欠佳 包括工业失业板块 房地产以及必须消费民板块 只是小幅的上涨作收 以上就是星期二美国股市情况 方号为视程轻微 纽约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 印度方面目前正在寻求 推行加密货币监管法案 禁止除了个别情况之外的所有私人加密货币 当地的传媒就报道 印度政府将会在冬季的国货会议上 提出2021年加密货币和官方数字货币监管法案 以此为印度央行发行官方数字货币来建立框架 而容许少数例外的私人加密货币 是为了促进加密货币的技术和应用 好 我们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对您关注其他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香港星岛日报的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行星防御系统 从今天开始会测试保卫地球安全 目标是要将一个太空飞行器撞向小行星 使得这个小行星能够改变轨道 预计撞击小行星的时间将会是在明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而这将会是人类第一次试图干涉太阳系的引力 任务的目的是要收集真实的数据 验证日后如果有小行星对地球构成了威胁 撞走小行星就地球是否可行 2021年世界乒乓球紧包赛 于23号到29号在美国休斯敦拉开战幕 这是世界乒乓球紧标赛首次在北美举办 也是休斯敦首次举办世界级乒乓球大赛 来自中美两国的跨国混双组合备受关注 2021世界乒乓球紧标赛是自1939年以来 这项赛是首次在亚洲和欧洲之外的地方举行 来自中国 美国 日本等90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选手 力拼在今年的男子 女子单打 双打 混合双打等五大项目 争取奖牌 现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刘国良表示 这次比赛看点包括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全新的阵容 这次参加男女十个单打的球员 没有一个是市井赛的冠军 这次更像是2024奥运会的提前演练 而另一个量的则是中美两国选手组队出战混双比赛 中美这个联合配对更多的是 让大家在赛场上看到中美两国的乒乓健儿 怎么全力以赴 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些这种好的成绩 能够吸引中美两国的乒乓球迷和乒乓球员 大家来去关注乒乓球 挺开心能够见证历史的这一刻 我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好的发挥吧 希望他们 我也希望中美建交越来越好 这次的跨国混双组合包括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的中国选手林高远 搭配美国队一号主力张安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选手王曼玉 与今年21岁的美国新星卡纳克合作冲击奖牌 在当天的联合训运中 双方展现实力 从进攻到扣杀 表现难奔博重 能有机会和美国的运动员去配合 我觉得还是希望通过每一场全力一步的去比赛 然后能够在休斯顿我们的故事能成为历史吧 自2015年中国选手许新和韩国选手梁夏营 创下视频历史上首队跨国混双冠军之后 各级跟期待在这次的视频赛场上中美组合能够创下新的记录 方华卫视杨平均李战青 休斯顿的参与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在本周推出有关英国王室的纪录片 王子与媒体播出之后 关于威廉和哈里兄弟的内容引发了争议 英国王室也发表声明表达不满 批评纪录片捕风捉影小题大做 英国广播公司不应该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赋予可信度 这部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 王子与媒体本周在英国播出 被认为是讲述了英国王室在现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故事 以顾皇妃丹安娜和威廉士亲王查尔斯的两位儿子 威廉和哈里更是节目重点 但其中关于在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登记60周年后 兄弟俩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有哪些变化引发了热议 英媒指纪录片提及威廉和哈里王子在媒体面前互相爆料和抹黑 王室表示有关内容并不属实 多次要求在节目播出前先审阅内容 但遭英国广播公司拒绝 伊丽莎白二世也对节目内容感到不满 作为回应当地时间23号 英国王社成员罕见的发表联合声明 称自由负责任和开放的媒体对于健康的民主直观重要 但是为署名的信息来源 夸大和毫无根据的说法却经常被当作事实呈现 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任何人给予可信度时令人感到失望 据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内部人员透露 管理层一致认为作法并没有违背公司的公正准则 一部关于王室与媒体的纪录片 不可能不提及与记者的问答 并不针对任何人 然而当地舆论则认为 英王室的声明意味着正式向英国广播公司宣战 如果拒绝删除英王室认定的不实内容 英国女王未来王储查尔斯和威廉 日后或将拒绝与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一切合作 凤凰卫视 许郎张顿 伦敦报道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火箭发动机制造商的仓库 在23号发生了仓库爆炸造成两死十六伤 隔着山头也可以远远看到爆炸造成的白烟冲上半空 现场是一家专门制造涡轮喷气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的公司 位于贝尔格莱德引南13公里 大批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理 而据报仓库存放了500只火箭 每只装载30公斤燃料 事发时先发生爆炸 仓库接着起火 而当时里面有大约100人 伤者严重烧伤 送到首都的医院治理 并且相信有多人失联 这家公司在2008年也曾经发生爆炸 当时有三人受伤 土耳其经济危机加剧 货币里拉对美元在23号贬值15% 一度跌穿了13的关口 也是历来第二大跌幅 引发了民怨沸腾 在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 商店东主焚烧道具美钞表达不满 有人表示税不安宁 无法交租 货品滞销 又有民众表示 收到工资之后会马上换成外国货币 土耳其目前通胀将近20% 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 总统阿尔多安不顾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呼吁 继续捍卫央行的减息政策 反对派领袖形容 这是土耳其史上最黑暗的灾难 批评阿尔多安的管制 带来国家安全问题 好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关注各地天气情况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